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David 我是家道理農場棄植物園的餘工 也是一位社生導師 今天我想介紹大家的活動 這個活動可以令自己開心、放鬆 而且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做 這個就是戶外社生 大家可以遇到郊外或者你們附近的公園 然後找一個你們喜歡的地方或者紀物 然後細心地觀察 例如藍顛白雲 陽光中不同的樹影的顏色 或者山影的變化 這些這麼自然的景物 我們平時往往都會忽略了 只要我們細心地觀察 其實戴前女後都是充滿美感和詩意的 我會示範一下用粉彩簡單的繪畫方法 讓大自然美麗的風景繪畫在紙上 無論大家有沒有繪畫經驗都不要緊的 因為這個是給自己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投入大自然 和大自然有一個親近的接觸 最初畫出來 大家覺得不像其實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你能夠投入畫畫當中 一定可以帶給你以上不到的收穫 在畫畫之前 我也要介紹一下簡單的繪畫工具 和基本的繪畫技巧 首先我們需要買一盒乾粉彩 Soft Bestel 最好有三種綠色 大家千萬不要買錯油粉彩 Oil Bestel 或者納筆Crayon 因為它們是不同的東西 第二 我們要準備一張A4 size的畫紙 可以將這張畫紙用皺紋膠紙貼在畫板上面 第三 我們要準備一條濕毛巾 是要來抹手用的 我們畫的時候要注意 由於粉彩是粉狀的特質 我們畫的時候 是要在紙上 由上而下 由左至右這樣畫的 因為我們要重畫的時候 很容易會插到畫了的地方 如果大家要重畫的時候 可以用紙巾摺一摺手 或者吊起手來畫都可以的 畫粉彩的技巧 可以首先拿起一支粉彩筆 打平地放在畫紙上面 就可以畫到一個較大面積的色塊 或者可以用粉彩的筆頭 或者它的邊位 就可以畫到不同粗幼的線條 可以按粗 或者按幼都可以 再粗一點也可以 粉彩不同的粗幼畫法 可以製造到不同粗幼的紋理效果 都是非常優美的 我現在示範一下 粉彩畫的構式 和畫漸變色的方法 這兩種技巧 在畫粉彩畫 經常都會運用到的 非常之有用 今天藍天白雲 天氣非常晴朗 我想示範一下 怎樣畫一個藍天白雲的景象 首先我們打了一個藍色的底色 再畫均勻的輪廓和形態 我們拿一支淺藍色的粉彩 由上而下這樣塗色 注意我們其實去圖滿一半就夠了 因為這個是漸變的效果 上面深色一些 下面就淺色一些 我們跟著用兩三個手指 就由上而下這樣搓勻它 我們搓搓一下 手都沾滿了藍色的 所以下面的藍色就會淺色一些 為了加強對比的效果 那我們就用一支深藍色在上面再塗一圖 然後再搓勻它 這樣就會那個層次更加出來 好 那我們下一支白色的粉彩 就畫這個雲的輪廓和形態 注意要觀察 我們看到雲都是軟綿綿 好像一個棉花一樣 好 那我們意識上呢 就是打圈的一個畫法 我們畫到之後呢 就將那個雲的光位 在那邊那裏呢 就highlight一下 加強那個白色的效果 這樣會有更有立體感的 好 接著呢 我們跟著可以拿一支淺灰色出來畫 這樣在暗位或者陰暗的位置呢 就打這個淺灰色 這個雲才有一個立體的舊的舊的感覺 那注意畫的時候呢 就要輕輕手的 就不要太大力 那接著呢我們會用白色 然後再補回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畫粉彩的時候呢 畫一下呢 這隻色混在一起 都會模糊化了 那我們經常都要反覆地填補回 前面那些陰暗位呢 其實用手指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你把兩隻顏色呢 是混合在一起 會覺得柔和了很多的 會覺得 那差不多OK了 那我們就拿回一支淺藍色 就把雲和天空的藍色呢 就分出少少 還有加強那個光位的效果 那最後呢我們會修飾 那些不夠灰或者不夠白的位置呢 再加強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都很容易掌握到的 那很快樂呢 我們可以畫到一幅 南天白雲的風景